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不结婚 要生几个小孩 婆家怎样 娘家又怎样等等 戏剧真真实实的反映出我们生活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在继续看下去之前 鼓励品星持续创作 按下订阅 扭加 开启小铃铛 这个频道每周都会分享隐具有趣的人事物 想了解更多私底下的品星吗 按赞Facebook粉丝专页及追踪Instagram 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生活哦 哪有结婚 不请客 不办婚宴的 杜伯倩 你妈妈我 我开了三十几年的幼儿园 你知道我红包包了多少出去啊 啊 我一直在等你结婚的这一天耶 我上个月才包了一个六千块的出去 我吃了那么多年的喜酒 我也会希望说 我们家有喜事 我可以跟人家分享 说我儿子结婚了 然后让人家来沾沾我的喜气 我顺便收一点红包回来啊 嘉芬与博谦开始进入婚姻生活了 我一直都觉得相爱的两个人互许终身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然而生活不是只有浪漫而已 结婚终究是两个家庭的事 他们的第一个关卡就是 没有办婚宴 直接登记结婚 在杜妈的角度 担心嘉芹会受委屈 没有给她一个公开的仪式 还有觉得自己当初包了那么多红包出去 照理应该要回收回来才对 眼看这对新人要面临第一个问题 索性嘉芹发挥她咨询师的能力 感谢杜妈生了这么棒的老公给她 她一点也不委屈 而两人也在餐厅小小走了一下红毯 接受嘉然的祝福 也算是满足杜妈的心愿 这边我觉得嘉芹真的是个幸运 反应快情商又好的女生 遇到也算好沟通的杜妈 第一关顺利通过了 看到这段让我想到我有个朋友 她跟男朋友交往多年 感情也非常稳定 在论及婚嫁的时候呢 双方家长因为办不办婚礼这件事情 有不一样的意见 男方家长觉得直接去登记就好 但女方家长觉得女儿嫁出去了 总是要让亲朋好友知道 总是要办个婚宴 不然就很像 结果谈来谈去谈不出一个结果 最后就没结成了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你们觉得结婚只要登记就好吗 还是要有一个婚宴仪式呢 丽方的不孕症检查报告一切都正常 医生建议夫妻双方都应该要来检查 但是被婆婆打枪 婆婆认为严家是大企业 有头有脸又忙的人 怎么能去看不孕症呢 我只能说丽方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现实生活肯定有不少例子 在现代社会还是有很多长辈 有些许传统的观念 想要去改变他们的思维非常不容易 郑浩目前看来感觉是一个好老公 夹在自己妈妈跟婆婆中间 我想她看起来压力也挺大的 既然丽方没问题 那么不孕的问题也许是在郑浩身上咯 最近剧情发展看到 郑浩有张从国外寄来的邀请函 回忆片段感觉是过去的女友或是前妻 刚开始看在猜她是不是有外遇 但我觉得如果有的话 应该是剧情走到中间 她感受到这个家庭带来的压力时 也许她会寻求外面的放松等等 在剧中设定立方原先是郑浩的秘书 扎进状况可能不太好 受到郑浩家很多的帮助 连良家妈妈也无形中给立方压力 要立方赶快争气生孩子 好报答严家 我觉得立方目前看来 算是三位主角中最辛苦的一位 乍进豪门不用上班 表面看起来很轻松 实际上是最水深火热的 我想立方需要的是更多勇气 跟对自己好一点 她的善解人意是优点 但也会把自己逼得太近 我认为她应该要把医生的建议 告诉老公正号才是 不该自己懒下来 下节预告杜妈要搬过来 跟嘉妃薄谦一起住了 感觉杜妈是一个 还蛮好相处的婆婆 在这边邀请大家跟我分享 即使公婆很好相处 你能接受与公婆同住吗 预告有一支看似两条线的厌韵棒 你觉得会是谁的 嘉妃跟薄谦说闹出了命了 所以我猜是嘉妃怀孕了 郭庆跟周医师这条线 终于要有点进展了 周医师前面一直以读不回 在荧幕前的我跟郭庆一样闷 其实我挺欣赏郭庆这样的女生 独立自卓又有自己的事业 爱上一个人之后 勇敢破冰 知道对方已婚也能先止住 预告看起来感觉是 周医师先来撩起她的心 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很好奇她们之后的发展 下集郭庆的台词 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点错岁月是公平的 给每个人时间都一样 但为什么男人是越沉越伤 而女人却要担心 要不要生小孩 要不要先动卵等等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知道的问题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正在经历戏剧里的故事吗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或是私讯品星跟我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 别忘了按下订阅 按赞分享鼓励一下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